先贤笔法杂谈 第七 用笔如乌漏痕 乌漏痕是颜体书法的创造者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 女向他求教的僧人怀素对话时说的 原话全文是 素曰 五官下云多其风 折长诗之 其痛快处如飞鸟出灵 金蛇入草 又欲彻臂之路自然 真卿曰 何如乌漏痕 素起 卧弓守约 德之意 这里 有最速之称的怀素 在谈到自己的用笔体会时 一年用了四个比喻 下云其风 飞鸟出灵 金蛇入草 彻臂之路 应该说 对用笔 已经是很有研究 很有体会的了 然言真卿 却不以为然 一言以蔽之 曰 何如乌漏痕 怀素听了 梁湖灌顶 毛色顿开 肃然起敬 握手洗壶 德之意 可见 乌漏痕的比喻 更为形象贴切 准确 经典 那么 乌漏痕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呢 唐代以后 书家对此 多有解释 多数人的观点认为 是指中风或藏风用笔 言不露归角 今日 沈尹默 在书法论丛中 解释的比较明白 他说 乌漏痕是指 雨水渗入壁间 凝聚成堤 使能徐徐留下来 其流动 不是静止落下 壁微微左右动荡着 垂直流行 留起痕迹 于壁上 从沈尹默先生的解释中 可以看出 这个痕的形象 是自然的 有色饰的 有质感的 总体垂直的 若用笔 沾默 书写 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就进入到了 笔法的最高境界 乌漏痕 是对用笔要求 和艺术效果的 一个非常著名的 形象比喻 是有志于 书法的人 不可不知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 怀速的四个比喻 也是可供借鉴的 其中的 彻壁之路 是指墙壁 自然开裂处 具有天然轻窍 没有人为 布置之巧的裂纹 用笔若能如此 电话一定浑然天成 这一比喻 也常为后人引用 继续 对用笔苍